另外 报税季节到了 如果您在海外有账户和资产 报税的时候要注意 美国为了追逃纳税人在海外的收入 不论您在海外的金融资产 超过1万美元还是5万美元都需要申报 而且截止日期不同 两者有何差别呢 还有必须申报的海外账户有哪些 来听听会计师的说明 美国在2011年通过了外国资产账户 税务遵从法 也就是所谓的肥咖条款 追逃纳税人在海外的收入 所以在个人方面 如果您是长期住在美国 而且海外金融账户内的存款和资产合并起来 在年底的结余超过5万美元 一年当中任何一天的结余 超过7万5千美元就要申报 夫妇两人要申报的门槛 则是个人金额的一倍 而所谓的必须申报的海外金融资产 究竟有哪些 北美会计师协会前会长施启祥 做了以下的说明 那这个外国资产是包括第一个 当然是包括你的银行 你的股票的账户 第二个呢 其实是指说 你在海外 如果是海外开设的公司的 里面拥有股权的话 那这也都是需要报的 那再来当然就是说 如果你有非美国所发行的 这些债券 或者是这个保险 投资保险里面有cash value的 这些都是属于海外资产 另外在申报海外账户时 也必须要了解 有些账户虽然是在海外开的 却不用申报 有些账户虽然是在美国开的 却必须当成海外账户来申报 关于这一点 石启祥会计师举例说 在美国某些银行开设的 人民币户头 就算是海外账户 以上所讲的都是 肥咖条款的规定 必须在4月15日之前 随着个人所得税一起申报 不过美国对于海外账户 还有另外一条规定 也就是海外银行 以及金融户头报告条款 简称FBAR 只要您在海外账户内 存款超过1万美元 就必须在每年6月30日之前 填写TDF9022.1表格申报 야 101号 1号 1号 2号 4号